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啊 现在呢 巴黎车展呢 开幕了 那这个车展开幕的话呢 日本经常报道啊 那日经新闻说啊 说欧洲大型车企啊 无奈与中国企业合作啊 而且更悲哀的是什么呢 是吧 是在日本主要整车厂商缺席此次展会的情况下 啊 那么这个开幕了啊 那么日文的分译呢 可以说是 一针见血 对吧 他说现在欧洲啊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电动汽车上已经玩不下去了 啊 为什么要玩不下去了呢 因为啊 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什么 这个 对电动车的补协政策 啊 那并且呢 欧洲车企呢 一直啊 优先考虑利润率高的大型电动车 那么结果导致啊 价格适中的呃 产品线啊 越来越少啊 那么电动车总体价格上升 甚至出现了导致客户流失的情况 是吧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不管电动车了呢 因为在电动车这方向呢 价打不下来 只能卖那种贵的电动车 便宜的电动车呢 卖不了 因为没有技术优势嘛 没有价格优势嘛 对吧 而且在这方向的话呢 你不要想跟中国竞争 连美国自己是吧 都很难用自己的电池 所以中国在电动车这个方向当中已经牢牢的占据了电池 这最核心的这个科技 对吧 你不管说是电动车这么大的一个 还是一玩具电动车这么点的一个 都得需要电池 是吧 所以在电池这个技术上 中国已经牢牢的站稳了 那在这个方向上站稳了的话呢 那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 你竞争不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他只能造贵的电动车 这就是欧洲人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写这个文章的话呢 也算是一针见血 那为什么他说要跟中国合作呢 因为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呢 已经不行了 对吧 所以目前呢 那B级车在电动车当中所占比呢 是17% 还不到在发动机车中占比37%的一半啊 那么发动机车呢 就是这个燃油车嘛 是吧 那另外呢 大型车啊 及SUV级别的D级车来看 在发动机车当中占比率13% 而在电动车当中呢 则占比高达28%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大型车贵的车 是吧 是欧洲电动车企的这个方向 但是呢 便宜的车 适中的车 是吧 没有 那当然怎么办呢 那就越发展越迷糊嘛 所以在未来的这个竞争当中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必败无遗 而且你看风田的话 你也看得很清楚 他在电动车领域的话呢 已经属于比例就好了 是吧 基本上已经快败下阵来了啊 所以他败下阵来了 他那个 反正我知道啊 这个明年啊 明年明年固态电池就成功了 是吧 日本人们永远在明年啊 永远在明年的这个领先当中 是吧 永远只要一出来就彻底改变节奏 把中国打垮 对吧 那都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是吧 现在中国车呢 瞄准的就是什么啊 就是终端价位这个东西啊 那想对这个生产的话怎么办 如果想追上来的话怎么办啊 那他表示啊 说与中国企业合作呢 也存在难题啊 那么独立汽车飞议师啊 施密特呢 表示 如果啊 欧洲车企追求与中国电动车相同的价位和利润率 那么电动车零部件呢 就要依赖于中国厂商 欧洲厂商啊 可能会摔摔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打价格战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中国的产品 你不用中国的产品 你跟中国根本打不了 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被拉入了中国的价格战 这个游戏里边 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你就必须使中国了 因为如果你不使中国的话 你在价格战争中是打不赢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非逼着这个 是吧 打这个关税战 为什么 因为不打这个关税战的话 欧洲的车根本就跟中国车竞争不了 知道吧 这里边已经不是说 这个游戏已经是说张三狠 李四狠的这个事了 好像那一说多么亲美 是吧 如何如何亲美 大声为美国为马适战 不是的 对吧 汽车这个产业 现在你看的很清楚 如果你仍然玩燃油车 没有未来 对吧 因为电动车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对吧 那么如果你玩电动车呢 你玩不了 日本人说的很清楚 你只能玩这个贵的车 便宜的车 中档的车 你弄不了 对吧 你没有价格优势 但是问题就是贵的车呢 会把老百姓吓跑 对吧 因为你太贵了之后 老百姓承受不了了 欧洲人的整体经济是在往下走的 这不就跟我说那个是什么 等你家里边没钱了 你还得非得装出一双大热 你装得了吗 你装不了 所以现实的结果是什么 是欧洲的老百姓要便宜车 但是欧洲制造不出来便宜车 那么如果中 跟中国合作呢 使用中国的零部件的话 那么对不起 等于把市场拱手让给中国 所以横憋 竖憋 憋的脸 胀红了脸 是吧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急了 急了 说之后的话呢 就是沾光税 涨关税 其实是一个防御型策略 这个防御型策略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防御型策略 它最大的问题是 它防的是谁 它玩到最后的防的是自己 因为说白了 对于世界车展来说的话 其实今天世界最大的车展应该是什么车展 应该是中国的车展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开的早 巴黎车展说一八几年 是吧 一八九几年好像就有了 对吧 还一八八几年就有 对不对 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就有了 当然对不起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对吧 你一年能卖几辆车呢 对吧 中国一年要卖几辆车呢 你瞄准中国这个市场 你不在中国这开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你根本就成不了 明白 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文章 其实日本人的文章已经告诉你真相 真相就是便宜车不赚钱 贵的车没人买 对吧 只能拿关税去防 但是你别忘了 你拿关税去防 我就会拿关税防你 明白这路了吧 那么关税防你之后的话呢 就会日益不停的逼着德国欧洲这些厂商往贵的车上方向去发展 因为他不往贵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呢 他卖不掉 但是你越往贵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呢 那么我怎么样呢 那我就是 是吧 给你加这个关税 那到这个时候的话 你到底加还是不加呢 等真正的中国拿出一款真正有地位的车 是吧 一说真正能够这个拿了个牌面 那个时候就没人买你那东西了 就跟华为一样 是吧 一开始买苹果身份的象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今天 苹果已经变成了什么人 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人的玩法 过去是比如说有钱人买苹果 现在有钱人不买苹果了 有钱人开始买这个华为买别人的了 为什么有钱人不玩这个东西了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的话没有性价比了 明白这意思吧 很多的中产阶级拿一个东西出去要装面子 就怎么证明自己成功 我必须买一个这个苹果来装这个面子 咱问题是呢 买苹果呢 还能装面子很还不算太难啊 但是买这个奔驰宝马这种东西出来装面子 其实不太容易 对吧 买那种奔驰宝马也是买的便宜的奔驰宝马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买真正巨贵无比的那种车 对吧 你怎么出来装面子 那也就是越装越贵越贵越装 最后呢装来装去的没有性价比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这个意思吧 玩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就是没有性价比了 那你想如果一个没有性价比的东西 是吧 去玩这个游戏的话 那你这游戏的话 你能不能玩的动 对吧 你到底在玩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欧洲搞这个事你不值得可怕呢 你在电动车这个领域是没有机会的 对吧 你只要是卖便宜产品打不过 卖贵的产品不行 那你卖贵的产品给你人吓跑了 如果中国贵的产品比你贵的那产品 更厉害 知道吧 那那个时候对不起就再见了 你就彻底参见了 然后呢 你拿燃油车打呢 你是没有一点优势 走到今天其实燃油车已经没什么优势 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代呢 再往下玩 已经不是 怎么说呢 已经不是好或坏呀 已经不是说对或错 这么简单的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玩关税战 不玩关税战 他们的企业就会被中国彻底打垮 因为中国车在中低端 对吧 在中高端将来都是有统治力的 将来你怎么玩 知道吧 说白了呢 你就没得玩 等你没得玩的话 那你最终的结局 什么结局 没办法 不是说你喜欢 是吧 或者说你讨厌 你就能解决这东西的 所以你甭着急 知道吧 他打咱们咱们就打他 对不对 换来换去换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其实世界上现在换车换的最多的买车买最多的是中国 中国把这个再往前冲一步 再站稳脚跟了 你欧洲企业 你到世界玩的了吗 你把你贵的车到亚非拉的电动车市场上去卖 你卖得动吗 对不对 那那个电动车谁狠谁不狠 是吧 谁也行 谁不行 世界的人民又不是傻瓜 对不对 一笔价 一笔性能 一笔这东西 最后你那东西 我这边标配 是吧 你那边顶配 是吧 最后 拿这个东西 就无非就是有一个品牌溢价嘛 对吧 说白了就是你拿一个品牌嘛 什么品牌 比如你买那奔驰宝马 是吧 你买那个贵的那个好的品牌 法拉利 是不是 对吧 买这个什么这种 什么这个保日节 对吧 就类似于这种品牌效应 你还能拿这个 说我这贵 但是你真的去拼这种 所谓的性价比的话 你最后会发现他们的性价比可能就不高了 是吧 等他的性价比一步高了 那最终这个游戏是谁赢谁不赢 是吧 你现在怎么看 就是就差一两个车 就差一两辆车 只要那一两辆ok的车只要出来 后这事就都是小事 一两辆好的车出来 世界人对你感觉到 哦 原来中国车也不比你那差 你那个纯卖傻 又傻又贵 对吧 你那个特别的贵 贵到最后的话呢 让人怎么样呢 让人接受不了了 等你那样的话 最终早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你就躺地了 所以欧洲车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 是吧 呃 咱们在整个的这种 底层的这种框架看起来的话 中国的车将来是从底层框架就比你便宜 没有吧 从底层框架这个游戏来一看的话 就已经比你有便宜了 那你说这游戏的话 你怎么玩 对不对 从底层框架来看 就比你便宜 你就根本就玩不得啊 所以逼的你最后呢 要不你卖的更贵 要不你就卖不动 那你说怎么玩 是吧 这游戏啊 还是那句话 没得玩了 就 哎 这个你放心 这个车出来是必然的结果 就跟当年日本车是一样的 日本车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人家觉得日本车是个碰碰车 是个玩具车 对不对 你是个玩具车 那就侮辱到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我都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对吧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现在日本车 对吧 拿一些 好车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哎 再说了 经济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欧洲人 西方人 他们的经济是越来往下走了 他们的经济越往下走 他们越需要的是什么 中档车 而不是贵的车 然而他们在贵的车上拼命能发力 在中档车上只能跟中国合作 所以这个文章其实写的真的算是 其实还是挺好的 算一针见血 把整个的问题给你梳理清了 对吧 中档车没有 只能卖贵车 那跟中国合作的话呢 就必须得怎么样 啊 用中国的部件才能竞争得了 否则的话没有任何竞争公司 那你说这样玩怎么玩呢 横也玩不动 树也玩不动 只不过呢 就是拿这些所谓的政策啊 政治的这些东西去较劲 但是这东西都是欺商权 对吧 先商人后商你 然后呢 到亚非拉这个市场上 你还玩不动 知道吧 到最后的话 到亚非拉这市场上 你玩不动的话 你只能缩在你那个市场 但你那个市场将来是萎缩的 而且我一定跟各位讲啊 如果你电动车推的慢了 这个对于他们是非常糟糕的 为什么 电动车将来是什么的拍门砖 是高自动化的拍门砖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逼迫你这个社会 强迫你这个社会 疯狂的用电 对吧 那么你这个社会的话 才能去疯狂的发电 对不对 你电动车一个两个 虽然说看起来没什么 没什么用 对吧 你要是 50%全是电动车了 那你的电可能就不够了 那你就需要盖电厂 你只有更多的去盖电厂 盖了更多电厂 盖了更多东西 那么你才能有提高你的能力 只有提高了你的电的能力 你才未来才能玩机人 对吧 你玩了机人 在后边的话 才能玩高的自动化的生产 这个东西不是要不要来 是已经马上就要来了 然而呢 你发展不动 对吧 因为你可以用油 那你越用油 用到最后的话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那你用油 是吧 你不用新的这个产业去替代 你不用新的产业去发展 是不是 那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就属于你的业就好的结果 知道吧 未来的趋势啊 未来方向其实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非常明确 明白这个道理吧 很简单的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先到这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么这一节啊 咱们就给你讲个笑话啊 现在川普呢 他参加了这个一场辩论啊 或者一场采访吧 那么他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彭博社啊 新闻总编米思磊的访问啊 那么他说啊 他否认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其他财政政策可能会推高联邦债务 是吧 是激怒盟友并损害啊 美国经济 他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增长 我们将把企业带回我们自己呃 带回带回我们国家啊 呃 那么特朗普为他大幅提高外国关税的主张辩护称 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公司和即将搬来的美国新公司啊 那这个讲法的话呢 你们怎么看 是不是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个游戏就这么个游戏 是吧 呃 所以呢 广话说了一千遍 能不能成为真理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广话呢 只能骗什么呢 骗相信他的人 这点你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世界呢 就说我还是这么看 就是没有洗脑 是吧 为什么我说这个世界没有洗脑 因为说白了呢 你信的是什么 是你想信的 对吧 说白了就是你相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是你想相信的东西啊 如果你信的东西不是你想信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东西怎么可能 是吧 能真正玩得了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了一个道理吧 所以说白了 你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就是你想信的东西 如果这东西的话 不是你想信的东西的话 你自己不会相信 对吧 我对外边增加大型关税 我对所有人增加关税 完了 不会激怒我的盟友 完了呢 他们会心甘情愿的让我增关税 他们会心甘情愿的把工厂搬到我来了 对吧 为什么这两节放在一起呢 现在美国 是吧 另外有一个文章讲的很有意思的啊 说通用放弃自家电池 福特呢 也放弃自己的这个这个玩法 对吧 这个奥特能超级工厂的话 现在是不是已经干不下去了 美国自己的这个这个车 电马 啊 那么电马现在卖的怎么样呢 所以说白了 这些工厂 他用美国的技术 用美国的玩法 根本就玩不下去 为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明白 美国并不是在所有科技上都是领先的 这一点是一定要知道啊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美国在有一些科技当中是领先的 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啊 但是美国并不是在所有科技上都领先的 只是别人认为 希望你认为 美国是在所有的科技上都是领先 这个是一定的哟 如果你认为美国在所有科技上都是领先的 那个东西你是中了人家为你布置的那个戏 是吧 你觉得美国芯片领先 美国就在所有地方都领先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美国在芯片设计上领先是为什么 因为他发展的早 他在之前砸了无数的钱 是吧 通过砸人砸钱砸科技砸出了一些水平砸出了一些 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对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问题是你砸了这些东西之后的话呢 你确实是有钱了 对吧 确实有技术了 但是你不在别的方向上能砸的话 那你不能说你完全都能拿呀 对吧 在电池那个方向上 你就没有科技 你就没有能力 所以说白了呢 你想让中国企业必须得去你那 对吧 必须得听你的话 完了还不惹怒人家 对吧 这种话呢 只有他自己信 只有洪博信 对不对 为什么洪博要相信这个话呢 因为对洪博来说的话呢 洪博就是需要相信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还相信什么 可以说就怎么样呢 就没的可以信了 啊 所以这个东西 等他没有可以信的东西的时候 那他怎么样 那他就只能信了 是不是 除了他相信他这个东西 只有他信他想信的这些 他有什么好的别的东西呢 没有 对吧 他信的是什么东西 他信的是别人希望他信 知道吧 那你说川普讲这种话 不是笑话 是什么话呢 是真心 真心话吗 你觉得他讲这玩意是真正的真心话吗 怎么可能呢 这个游戏如果是真心话的话 你想想你收你盟友的关税 你用你的财政政策逼迫你的盟友把钱拿到来 投美国投资 对吧 一个是美国会不会乐意 一个是你盟友会不会乐意 你在玩这些游戏当中的话 有没有你讲的那么轻松 这些东西都是你当了之后 你就必须得回答的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川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 他实在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签了太多的单 是吧 给了太多的保障 太多的东西画出了饼 他把所有的饼都画出去了 能画的不能画的 全都画在人脸上了 那这些大饼的话 谁给他这个五瓶来 对不对 谁能给他五瓶这道游戏 谁能够满足他这个玩法 答案是没有人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没有人能够玩平这个游戏 所以问题就是他上来 他就有一年的时间 但问题是呢 你就是这个事呢 是这样 你失败了这东西不要紧 对不对 你失败了这东西不要紧 但问题就在于你失败了 你会把你所有的 是吧 内部的这些游戏规则都破坏 你破坏他只需要一个行政命令 但你建设起他可能花了100年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 是吧 哈里斯比他好得多 为什么 就在这呢 就这个原因 他讲的那个东西 说不好听的 都是垂里里也有好的东西 除了他自己信以外的话 都没人能信得了的东西 明白这个意思吧 只有他自己才能相信他这种风言风语 他自己说 是不是他的行为不会触怒到别人 这东西谁信呢 任何一个他的盟友会信他说这种话吗 都不会 对不对 那为什么都不会完了 他还觉得他自己挺正确挺好的呢 对不对 那他除了骗别人 是吧 除了这个说他自己能做到以外 他能干嘛 除了他说他相信的 除了他说他想信的以外之外 他还能说什么呀 他跟谁也说不了 是吧 他跟谁也说不着 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问题就是你这个游戏 你根本是见不得光的 你这个游戏 你根本是经受不了考验的游戏 那好了 我想问你啊 一个经受不了考验的游戏的话 怎么能够最终在现实当中获得什么 对不对 怎么才能获得成功 你不能说我给大家画一饼啊 是吧 我喂饼 是吧 你喂饼 是在什么时候喂 是在没上台的时候喂 那你一旦上了台了 对不对 那你就得负担这个问题了 那你负担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把盘子罚了 对吧 你把桌子掀了 你把所有东西都搞定了 啊 你突然一别少说大家请 我跟大家开了个笑话 对不起 你不知道外部现在多少人等着你 是吧 在电动车这个产业当中的话呢 其实怎么说 根本他就玩不了 这个游戏他根本就玩不了 未来的产业升级他也玩不了 对吧 而且我 我说实话啊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一个点 就咱们不吹不黑的说啊 马斯克的发布会 一共三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是什么 是那个 是吧 这个电动出租车 第二个产品是电动公交车 第三个产品是机器人 你有没有觉着这东西 没有什么新奇的 好 这东西在中国已经都实现了 都有了 对吧 萝卜快跑现在已经跑起来了 对不对 无人电动公交也已经跑起来了 我跟你这么讲吧 其实说实在话 现在啊 之所以这些产业发展的那么慢 都是行政命令的问题 对吧 伦理问题 行政命令问题 能不能够被推进 因为这里边他说句实在话得负责的 你电动车 比如说萝卜快跑 一旦上市了 对吧 一旦真正进入到这个日常生活了 那他会不会造成问题 造成问题怎么补偿 对吧 各个的行政命令之间怎么去 去搞这个博弈 这东西都得讲清楚的 对吧 你是不是得讲清楚这道理 你不能说在这游戏当中的话 你什么都不管 对吧 你随便让他上历室 是 好 车失控了 叭啦叭啦叭啦的出问题 对吧 那都是人命啊 你不能说这东西你完全不管吧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法规怎么推进 你的政策怎么发展 这东西你早晚都得面对 对不对 都要去谈 对吧 如果你能够去谈成 如果你真的能去发展 对吧 那么你后边的游戏就能玩 你后边的发展就能玩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那个意思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恰恰也就在这 是吧 美国这方面一个是比较滞后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尼马斯克过去是没有倾向的 对吧 那么尼马斯克是没有倾向的 那么OK 你这个游戏的话呢 别人会装看不见 是吧 别人不会说什么问题 对吧 但是现在尼马斯克现在有倾向了 你马斯克站在民主党那边 共和党那边了 当你站到共和党那边那一刻开始 那么对不起 对吧 从此以后啊 这个人家就不会让你成功了 对吧 民主党一定会卡你 你站在共和党了 民主党一定会卡你 那你的发展速度就要怎么样 就要慢得多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的整体的这些发展都怎么样 都在忙起起 现在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 马斯克唯一做出来的成绩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加快 放火箭嘛 对吧 但是问题是放火箭 你有什么真正的目的 或者说你有什么能够的什么效用 将来人家卡你 不是在别的地方卡你 人家在行政命令上卡你 等人家行政命令去卡你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受限于这个发展 这个发展你发展不动的话 那最后的话 是不是 那怎么说 那这个东西是吧 是这些就好的事啊 所以你问怎么看呢 啊 这东西属于你的也就好 是吧 你别着急 未来的形式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朗的 啊 未来的形式真的非常非常明朗 对吧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美国玩这个游戏 是吧 想往下玩 想继续真的往下玩 对吧 能不能玩的成 这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东西啊 能玩成怎么说 玩不成怎么说 是吧 这就怎么样 继续往下看吧 所以呢 我呢 还是讲这个道理啊 未来的形式呢 对美国来说 美国把制造业弄回去 一个是本身赚不着什么钱 一个是你的产业足以不足以支撑你 一个是你把这些东西弄出去了 完了你的盟友 是吧 不会怎么样的 不会感觉到烦恼 对不对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对吧 你不觉得这是开玩笑吗 你不觉得真不 你真的不觉得这东西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 所以 特朗普为什么敢说这种话 为什么敢从嘴里说出来 对吧 因为对他来说的话 说也不行 不说也不行 对不对 他还雇什么这个东西呢 他还顾着什么观瞻呢 谁还关心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知道吧 他讲这个话对于他所有的这些个 手底的一些人来说 或者支持他的人来说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着急 对吧 你说什么我们都信 重点不在于你说什么 重点在于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们就信 对吧 当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时候 那你说 那到底是该真信呢 还该假信呢 对吧 到那个时候信不信 真的与假的没那么重要了 是吧 根本就没关系 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我只要相信美国还有招 美国还有未来就ok了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为什么 阴谋论特别爱吹一个东西 就是到深层政府 为什么 因为深层政府讲这个东西 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计划 对吧 就跟小丑说那道理是一样的 说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 是吧 如果呢 你还有一个计划 人人感觉到非常安心 是吧 如果告诉你没有计划 所有人都啊 就所有人都疯狂了 明白吧 明白我给你讲那道理吧 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 只要你还有一个计划 只要你还有一个能够被实现的计划 只要你还能去讲 是吧 还能去说 是吧 有一个这么一个计划的话 人人都觉得这个东西是 可以怎么样 可以被满足的 可以被接受的 没有吧 当所有人去认知 或者所有人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个游戏 你其实看的就非常清楚 是吧 这个计划的话呢 就还能玩 这个游戏的话呢 就还能玩得了 所以当这个游戏 当这个计划还能玩得了的时候 这个计划本身 是吧 还能形成 那么所有人对这个游戏的话 就觉得 哦 还能玩得下去 其实人们需要的已经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那么川宝 他给予别人的心理安慰 你记住了 这个东西是要 就是是要实现的 你签了这个空投支票 最后人家是要你买单的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要觉得 是吧 我还这句话 你不要觉得老百姓是傻瓜 是吧 你给人拥抱了这个东西 你给人说这么东西 你说这么好 是吧 那 你能做得到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行 知道吧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得还 别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最忠情于你 最笃信于你的人 如果最终发现你做不到的时候 那将来是谁搞他 是吧 是他自己支持的这些人搞他 到那个时候 是你自己的人不放过你 因为你给人家说太美了 说太好了 你给人画这饼画的太完美了 对吧 但是最终等你画这饼画完美之后的话 突然有一天你跟我说 是吧 假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麻烦 明白吧 所以他说这种话都是笑话 他收别人的关税 别人不会对他感受到痛苦 是吧 别人还会支持他 他这种疯话 是吧 你们怎么看 是吧 将来都是要还的 明白吧 明白吧 这个游戏将来你得是还 你不是说这游戏完了之后 你假装没看见 是吧 假装那个不知道就行了 是吧 最后你怎么办 你该还 你得还 知道吧 那怎么办 那就你也就好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 打赏醒来就好上床响探 这一集是稯子发生手指 还给我过20 Greek